大家好,我是艺术霞 我是一个工程师 也是一位城市画家 我常使用的美材是水产 会选择它是因为准备起来方便 有树干的特性 作品收纳也不占空间 是非常适合没有负担的创作 获得取材主要来自于生活 我平常也会在网路上分享自己的作品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旅回台湾》 我的风格很不一样 有强烈的提出 我没有读过美术系 也曾经和许多人一样不会画画 靠着自学一步一步走入绘画的世界 这门课会从简单的轮廓到复杂的水彩上色做讲解 透过心理学分析还有各种实战经验 帮助大家打开绘画之眼 此外我也会分享我的水彩风格所使用的特殊技巧 对于初学者或者已经有基础 但是遇到瓶颈的朋友们 这门课程都非常的适而扭 在这次和出版社合作的线上课程里 我会先从破解轮廓前调的明明开始 介绍画家作画背后的思考脉络 接着还有观察影像的特殊技巧 并且解读许多人画不好透视的根本原因 透过一系列的练习题的设计 带大家一步一步刻骨瓶颈 真正做到画我所见 接着我会进入水彩上色的部分 介绍我使用的工具还有水彩颜料 我会从上色的细节出发 诊断大家总是调色失败的原因 介绍各种笔触机理效果的上色手法 我会透过简单的进屋示范 带大家实际演练课程介绍的技巧 体会什么是不一样的水彩化 我还会从色彩构度的角度出发 填过大家上色的盲点 在这里我们会锻炼自己的眼睛 透过针对感受色彩和设计的练习题 让大家看见隐藏在风景里的色彩变化 最后我会透过主题示范 重新整理前面所介绍的概念 带大家一起完成不同的日常风景 像是老房子、室内风景或是巷弄等等 在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提供线稿 完成图还有作业 让大家可以回家练习 希望这堂课可以帮助你用绘画记录日常 而且和我一样 透过绘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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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